接着带您来看到花莲首家承接全则行 十字社区服务据点的门诺医院寿逢分院 在今天举行了抑制学堂揭牌仪式 县长徐正伟在卫生局长朱家祥的陪同下出席 并与现场的贵宾们来共同揭牌 见证花莲长照与医疗衔接的重要里程碑 而县长徐正伟感谢门诺医院寿逢分院 看见地方相亲的需求 让长照服务触角更加的全面 过来照顾失智和病精神行为症状患者 卫部今年推出全则行失智据点事办计划 由地区医院承接全台警示4家 花莲首家全则行由门诺售封分院承接 现在许正伟 卫生局长朱家祥 门诺医院院长庄永健 售封分院长中会副议长徐学义 先员林平阳与政府以及地方各界起居一堂 我要谢谢所有的医生 因为其实现在的长照的物点越来越多以后 其实让很多的医护的人员流到长照里面来了 流到一般的小规机来了 但是这也造成了我们医疗端的整个护理人力 是真的loading很重 所以无论是中央地方需与我们大家一起合作 共同面向未来的一个风暴 然而家户的照顾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努力 照顾者 被照顾者都要加油 文章中会员表示 医治学堂设计多元课程、治疗活动以及营养照顾 稳定患者的情绪、减缓失能 当患者有医疗需求的时候 医院能够迅速衔接服务 并为照顾者提供支持团体 提升照顾技能以及身心健康 医治学堂目前暂时服务10个个案 医院长中会员表示 文章中会员今年来实质照顾尚不予利 针对患者个别需求量 养生打造多元的治疗方案 帮助照顾者减轻压力 记者 终于收藏报道